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千文刚刚发布不久的这种绘图模型 12月31号发布的,没几天 那么它这个新的绘图模型的效果确实要比之前好很多 主要是三个特点吧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更真实的人物质感 也就是之前画的图呢看起来还是像AI画出来的 那么现在画出来的就是像真的 更新的自然纹理,更复杂的文字圈啊 那么就是都是对这个效果的一个提高 比方说这个图对吧,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左边这个呢是它之前的模型 还是看着有点AI的感觉 但是右边这个图呢,这个新模型 确实是看着很真实了已经 几乎看不出来是假的了 大家想这个也是啊,一样的 非常真实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Ball的一个使用 Ball的话我相信大家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这个 先启动后台 好,启动完毕之后呢再启动前面这个UI界面 待会我们就试一下它这些提示词 看画出来效果怎么样 这回它给了很多 打开界面 这个没什么说的 这个就直接画 然后右边这些的话大家自己选 选你自己想要的就行了 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一个中国女性大学生 20岁左右 那么我们看画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直接点生成 这个宽度和高度的话大家可以自己选 还有生成数量 就是一次生成多少张图 就如果你配置不太够的话 这个最好是别改 这个如果说数字太大的话 那么可能会崩掉 好,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模型的事 我这边的话内存不是很够 32G嘛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选了这个模型 就是4bit这个模型 11.85G的这个模型 运行起来的话 我这边还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因为选了这个比较小的量化模型 效果上就是可能没有 它给的这个这么清晰 可能在清晰度上要差一些 比如说如果大家你的配置足够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选一下下面这些模型 下面这些模型的效果肯定要比这个模型也好 然后建议大家选这个双数 就是468 10 16这种 然后你下载下来之后那个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替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文件夹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这个 GGUF5后缀的这样一个模型 把你下载的这个模型的名字 把它改成和这个一样 就是说把这个模型的直接替换掉 名字不能改 名字还是这个名字 那么就可以顺利的直接 去使用你自己的新模型 如果名字不一样的话就出错了 国内下载的话 你就这个网上下载 然后如果是国外的话 那么在这边下载 这边也有 就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下载地址 我也会放到视频下面 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是你配置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就别折态了 配置比我高的话 那你就可以更换 这个代化模型 越大效果越好 大家自己选 还是得稍微等一下 看到这个图片出来了 这个就是效果 这个确实非常的真实 确实是比之前的这个 效果要强很多 之前这个明显 看出这种AI的感觉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 就看得就很像是真人了 新模型的效果 确实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来试两个 这个算了 这个跟上面那个差不多 这个吧 好 再来一次 图片的效果就这样 确实很真实 那么这也是它主打的一个特点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物 动物这边的话 效果确实不错 然后稍等一下 这个速度很快 好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就这样 非常的真实 皮肤毛发 对吧 非常的细腻 之前的模型画出了这样的 现在画出了这样的 非常的接近 说明这个模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好 我们今天内容基本就得先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